先帝在的时候 哪一天没有披下格官夺爵的文书 有你这么得平先帝的吗 敢当着乾隆的面暗讽用正式暴君的 除了孙家干这个直肠子 恐怕没有人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眼 作为一代直简明臣 孙家干受到康雍前三代皇帝的重用 官职也做到了一品大员 然而晚年他却只带着石箱石块告老还乡 孙家干为何要带着石头回乡 难不成他的青年是为了掩人耳目 乾隆知晓后 为何又重重的赏赐了他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孙家干的一生 孙家干出生于山西星星 幼年家境贫困 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 终于在康熙52年 30岁的孙家干考中了进士 在一个休长国史的职位上做了9年 直到雍正继位后 孙家干才在一次 冒犯龙眼的情况下 被升了职 雍正登基之初 因为受九子夺底的影响 性格喜怒无常 对兄弟之前的言论更是极为忌讳 因此很多大臣 都不敢当众之恩觐见 但只有孙家干心直口快地 劝诫皇帝要亲近兄弟 免出杂水 手兵惜配 这样的言论无疑 指桑骂怀的嫌疑 雍正听了更是勃然大怒 当下就要将孙家干打入大牢 好在诸事在雍正面前力保孙家干 并表示此人有难得的勇气 雍正思考了一会 也缓缓说道 真也很佩服孙家干的胆子 于是就在一场 不是太过愉快的对话中 孙家干被升任成了国子剑司业 后来随着孙家干政绩突出一心未民 短短几年就先后被升任成了 国子剑继久和顺天服役 此事已经是正三品的汤 才算是真正走进了朝廷的核心圈 清朝有一大臣告老还乡时 装石香石头回家冲场面 皇帝知晓后下令打破先例 重赏此人 孙家干凭借着一副职场子 让雍正又爱又恨 但他丝毫不吝啬对孙家干的夸奖 但就在这时 孙家干却突然收到父亲病逝的消息 为了给父亲守孝 他毅然退去三品大人的荣光 反向当一个普通人 然而三年守孝期还没有满 雍正就迫不及待的让孙家干回朝任职 并且还将他升为了公布侍郎 孙家干在这个职位上兢兢业业 一直干到了雍正地区事 后来乾隆登基时 孙家干依旧得到了重用 因为此时的他不仅是三朝元老 脾气虽然臭却干出了许多时事 乾隆上台后 连连升任孙家干的官位 先是吏部侍郎 后来又成了左兜玉士 官场上的平步庆云 并没有让孙家干忘记出信 他不仅竭力办好差事 更是给乾隆递上了一份 名为三喜一必书的奏折 条理清晰的劝谏之夜 让乾隆大为赞赏 这本奏折因此被后世称为 清代第一奏折 乾隆意识到 孙家干是个不可多的人台 于是立马让他担任刑部侍郎 负责处理朝廷的冤案错案 孙家干也没有让皇帝失望 上任不久就连破河南的一大冤案 当时乾隆已经派人去多办此案 随着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 乾隆便按孙家干前去审理 凭借细腻的心思 和一丝不搞的断案态度 他很快将这桩涉及十多人的冤案审理清楚 而孙家干也因此做上了例 行两部上述的交易 六个月后又成了直立总督 此时的他已经是乾隆朝的封疆大吏 清朝一封疆大吏 辞官回乡 却因为拿不出银子 而找了十箱石头冲场面 皇帝派人查验后 下旨全部换成真金白银 清朝建立之初 曾经颁布了严禁民间酿酒的建立 很多以酿酒为生的百姓 就这样被抓进了大牢 孙家干在了解到前因后果后 觉得这样的法令太过不尽人情 于是他在朝堂上向乾隆指出这一禁令的弊端 并表示民间的酿酒 只是采用最普通的高粮豆皮为原料 不仅不会影响民生 还会带动经济发展 乾隆听闻立马废除了民间禁止酿酒的法令 而随着法令的解除 不仅少了很多冤案的出现 还提高了百姓的生活 但让人意外的是 孙家干在得到乾隆重知识 他却一反常态地提出了退休 这是因为第一 他的年纪确实是大了 第二是因为他发现此时的乾隆猜疑心越来越重 得到乾隆允许后 他便带着家眷准备返回老家 但在走之前 他特意拉了十个沉甸甸的大箱子 这样异常的举动 自然遭到了政敌的弹劾 他们称孙家干着急此官 是因为贪得太多了怕被发现 乾隆听闻后震怒 立马派人追上了孙家干的马车 一番搜寻后不仅没发现金银财宝 反而发现了石箱烂打街的石头 面对众人的不景 孙家干解释自己未观数实在 如今就这样回去难免受人奚落 于是只能在箱子里装满石块充当金银 这样自己不丢面子 也不会被人耻笑 乾隆得知孙家干的行为后 当即下令将这十个箱子换成真金白银 让孙家干带回去 就当是对他一生清廉的嘉奖了 这样的赏赐在当时是有为清廷法规的 但乾隆丝毫不在意朝臣的反对 甚至还回对岛 你们说要做到孙家干这个份上 朕同样赏赐于你们 1753年 一代只见名臣孙家干去世 享年71岁 死后亲定事后稳定 纵观他的一生 仅凭一个侄子混迹官场却得善终 可见其围观之道真的不一般 索兴观 太阳 不贵